妈咪 你是不是想说叶北潇是我的爸爸 你知道了 我早就知道了 啊 有多早 应该在妈咪知道之前 我们回国的第一天我就见过他了 什么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 就是在那个童鸭仔儿童餐厅 我不是告诉你我遇到一只讨厌的鹦鹉吗 就是那次 我玩玩游戏去了卫生间 恰好遇到那只鹦鹉和叶北潇 它长得和我那么像 我不能不怀疑 而且我还不能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向江南西眨眨眼 所以回来我才问你我爸爸的事 然后就拿走了那只手表 然后我就调查了 所以确定了 而且你后来不也说他和我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吗 最近你接触到的男人 一个是齐叔叔 一个是干爸 再一个就是叶北潇了 小狼那张小嘴巴巴地说了一大堆 但是逻辑十分清晰 把来龙去脉讲了个清楚 简直要把乔一的下巴惊掉了 他不知道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能有这样的诚服和知性力 他的第一感觉就是 老天哪 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他的第二感觉是 他家闺女要不起这个小子呀 乔乔怕是被他卖了 估计连钱都数不清楚 江南西听了江小龙的讲述 竟然无言以对 他以为他把他送到幼儿园 他就没时间搞别的事情 何止人家什么也没耽误 既然你知道叶北潇是你爸爸 你为什么还要把事情都捅出去 他其实没有做对不起妈妈的事 他一直在帮我 他宠媚无度 纵媚行凶 难道不应该教训一下吗 那是你老子 哪有儿子教训老子的道理 宝贝 这毕竟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 你这样做 真的不是很好 况且把这件事情弄到网上 让人们看热闹 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只是警告而已 如果燕兰叔不知道悔过 还有更厉害的等着他 可是 小狼 他是你的 咕咕这两个字 又被他咽了下去 他也不想认这种亲戚 哼 他不配 算了 小狼 这件事之后 估计他不会再胡闹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这些破事 只是 夜市的股价 你看看 有没有可能给弄回去啊 叶北潇把医院送给了江南希 江南希感觉她已经表达了她的诚意了 在霍海人家公司 确实有些不地道 毕竟 她支撑那么大的一个公司也不容易 妈咪啊 没必要 这部分钱并没有蒸发 去哪了 你不会 对 我操作之前就已经联系了莫先生 我们联手做空 所以夜家损失的钱都进了我和莫先生的口袋 江南希无语地拍打着茶几啊 一只老狐狸 一只小狐狸 果然天下无敌 这么说 小狼 你现在已经是身价三百亿的超级超级大富豪了 不止 什么意思啊 超乎你的想象 巧一看着江小狼这张小帅脸 很想给她一拳 不要这么拽八天吧 不然以后我的女儿可怎么活呢 啊 这差距比冬天还难呢 一夜无话 转眼到了第二天 江南希按时出门 刚按下电梯 耳边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她不禁想起了巧一告诉她的事情 他们家旁边搬来了一个新邻居 于是 她客气地往旁边挪了一步 脸上扬起了礼貌的微笑 想给新邻居留下一个好印象 你好 我是 然而当江南希抬头 看到那张俊帅而又冷力的脸时 她惊吓了一般 是你 江南希望着叶北霄 惊得双眸睁大 而叶北霄却是完全不惊讶 这套房子在我的名下 我住过来有什么不对吗 江小姐 她叫她江小姐 客气又疏离 好像两人只是萍水相逢 没有任何亲密关系似的 江南希心虚了 这男人怎么搬到她家旁边了呢 这一门之阁 小狼可就在屋里呢 虽然她已经接受了他们是父子的事实 可还没有做好他们现在就相认的准备 因此 江南希有片刻的凌乱 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场面 这个男人 为什么要搬到我家的对面 他故意的吧 现在可怎么办啊 江小姐 电梯到了 你不下去吗 哦 夏 你 你要做什么 江小姐 我实在关心你啊 我们现在是邻居了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我很乐意笑容 叶北潇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只是作为邻居和你打一个招呼 并不想做什么 还是说 江小姐希望我做点什么 江南希无语了 哪里的邻居 初次见面就这么撩意失足 那得产生多少邻里纠纷啊 既然是邻居 就请保持邻居的距离 不然我会以为 你对我余情未了 叶北潇眼眸一深 盯着她那双明亮的眼睛 许久 还是向旁边迈出两步 拉开了和江南希的距离 江南希这才长舒一口气 我动了一下手指 这才发现 自己的手心里面早就全都是汗 脑海里面回荡着损友徐青生的话 既然强弓硬上行不通 那就放长线钓大鱼 温水煮青蛙 既然要钓大鱼 煮青蛙 那见不到人是不行的 于是 叶北潇就转到了江南希的对面 本来这两套房子全都在她的名下 后来有朋友找到她 想从她手里面拿套房 她就把一套出手了 也不知怎么的 那套房子就落在了江南成的手中 现在被江南希拘住 叶北潇想 这大概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当然了 她搬到这里 还有另外的目的 那天莫微微告诉她 她有一个儿子 但是却不告诉她 那个孩子在哪 叶北潇就一直让人查 竟然没有查到任何蛛丝马迹 她觉得这十分不正常 而这不正常 似乎与江南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叶北潇回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江南希看似是简单的一个人 但她每次出事 这背后都会有人帮她 之前两次的视频事件 就是很好的说明 还有江南希出现了 那块她寻找了六年 也没有结果的手表 就凭空出现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还有 那个她见过一面的小男孩 凭空出现 现在又凭空消失 这也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能很好地隐藏一个人的行踪 要么具备强大的背景 要么具有超强的网络能力 很显然 无论是江南希的事 还是小男孩的事 这都属于后者 一开始叶北潇并没有把小男孩和江南希联系起来 可是那个让她抓不着的网络高手的存在 让她将这些事情全都串了起来 这让她得出了一个十分可怕的结论 江南希 正是六年之前的那个女人 而那个男孩 是她的儿子 那个莫薇薇是江南希找来的 用来试探她 虽然这个结论十分荒谬 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可却让她激动得 两天也没有睡着觉 她迫切地希望 可以拨开云雾 见天日 而今天 江南希见她时的慌浪和紧张 让她更加确认了自己的判断 江南希 我看你还能骗我到什么时候